哈囉 大家好 阿珠醬です 今天這個影片的開場只有我一個人 今天是我跟文當又要遠距前的最後一天 那文當現在在外面 其實我有準備一個驚喜給他 那這個驚喜就是 就是可以把文當的臉 在銅鑼燒上面送給他 這個是我之前在日本看新聞的時候 看到有一家老鋪他們有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我就覺得很有趣很想讓文當吃吃看 所以我就上網訂了 下訂到收到差不多要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他們送過來是冷凍的 那要吃的話等一下你解凍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再吃 我是印文當的臉 可是我現在想想我們兩個要分開的話 其實應該是要印我的臉才對阿 因為這樣文當吃的時候就會想起我 哈哈哈哈 好噁喔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收到的就是這個 噔噔 卡歐豆拉焼 它這個本來是用泡棉包起來 但是我把泡棉拆開了 但因為很多人會拿這個來送禮物 所以它這裡有個貼紙上面寫for you 反正想說我先拆開給大家看 可是這個應該拆開之後就回不去了 所以還是在這個狀態送給文當 單? 嗯? 實在呢 有一個禮拜的 最後的禮拜 喔 楽しみ? 什麼? 什麼? 我類似的 手紙 什麼? 對啊 手紙也寫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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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顔豆拉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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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名字是怎樣? 我的顔的形狀 沒有 有點不同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喔 那我們就來打開這個顔豆拉焼 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 到底做出來的成果會怎樣 會蠻緊張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 會不會失敗 但是瑠姐姐也不是做的 對 我也不是做的 可以嗎? 不 失敗 店的方法可以做得到嗎? 可以嗎? 可以 我做得到 也能做得到 對 文章帶來打開第一層 他們第二層這裡呢 也有用膠帶貼住 不是只有扣著 所以不怕會掉出來 哇! 一、二、三、四、五 喔 裡面有五個銅鑼燒 可是這樣子來看 有沒有臉長怎樣 誰啊? 對 確實是我 確實是我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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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有相似的照片 但是這裡也有相似的照片 但是這裡也有相似的照片 全部都在一張照片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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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時候叫我發照片的時候 他們就說 一定要露出眉毛 不然他們沒辦法做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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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網查評價的時候 他們說 就是雖然感覺是 有一點露出的東西 可是吃起來的味道 就是非常的正宗 很好吃的蜜紅豆 我剛剛才已經拆開包裝了 可是拆開包裝之後呢 它臉這裡還有一個保護殼 它沒有形成的 然後呢 你們看裡面的紅豆 大紅豆 紅豆 紅豆 大紅豆 芋頭 就很燙 你要加 就很燙 你們看這個紅豆線有多飽滿 副甲的香氣 你們要加 你們看這個紅豆線有多飽滿 喔 是韋? 超音 超音調整好音 嗯 嗯 我來吃雲丹 嗯!好吃! 好吃! 甜嗎? 嗯! 啊! 但是太多了 這是蜜紅豆耶! 它那個紅豆顆粒好大喔 有沒有看到它這個紅豆顆粒這麼大 好吃是不是? 欸我就多了 好好吃耶! 好像是栗子的耶 紅豆粒 對! 吃下去 這個就像這樣 這樣就像這樣 真的假的耶 這個? 欸! 欸! 其實Ru-chan呢 驚訝 那個 游泡的眺望上去 也有啤酒 我生日的時期 也有雙方來吃 那也有 那些地方也很驚訝 但是Ru-chan呢 有點奇怪 但是那些奇怪的地方 自我 游泡的地方很驚訝 對! 真的很驚訝 我們今天來聊那個恐龍階級啊 就是我是日本的話我一定不敢 不知道為什麼在日本就會覺得很懷疑 可是要是在台灣的話我就敢 對啊 最後的日 Ru-chan 很驚訝 很驚訝 那就是Ru-chan很可愛的地方吧 我覺得 以前 真的 真的 這個5年間 完全不一樣 一直在 Ru-chan旅行的時期 驚訝 台灣的 鐵板營業也很驚訝 但是 我誕生日的中 桌子和 蝸燭 全部都做了 我沒有這樣做過的事 Ru-chan開始做的事 我也是一回 做的事 而且我還特別教文章說 在日本的網站上面訂餐店的話 它拉到最下面 通常會問你說 需不需要店家幫你準備 生日啊 還是什麼紀念日的盤子 如果是免費的話就得夠 Ru-chan 那就是那些地方 非常繩細的地方 中間 平常是大雜把 但是 但是 那些地方 很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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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是我們兩個又要遠距離前的 最後一支影片 昨天晚上 很悲哀的 一陣子在一起 就習慣了 反正 不想像是不想像嗎? 可能每天 影片通話 我們一起去 最初的時候 台湾和日本的 遠距離感情 也會很適合 一年間 所以 我已經超過了 這也很累 但是 我們一起去 加油 謝謝 文章講中文就有一個很可愛的槍 聽起來就呆呆的 然後最近文章很認真愛學中文 我覺得他中文好像真的有越來越好的趨勢 蠻開心的 那你聽不懂嗎? 對 很難的 一生懸命做的 就像 默默 一生懸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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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這樣 那 我們當時在 NN中午後 勉強 哈哈哈 再回到這個頭來的題 如果大家要送禮物的話呢 我還蠻推薦你們送這個的 就是它的網址 我會發一資訊欄 我記得我買的時候好像 整個韓運費是 4千塊吧差不多 我現在不知道我是用我的記憶講的 我到時候再去查一下我的購買理由 然後我覺得很貼心的就是 他們這個粉紅燒外面 有用一個透明的照子照的 這是最適合的 嗯 對,但是好吃 嗯 確實 這是最適合的 這是最適合的 最適合的 如果我爺爺和我爺爺 都買了這個 應該是最適合的 對 哈哈哈 太棒了 嗯 對啊 嗯 我想 很消息 前些實在 很多逆 反應 但是 超して 但是 然後 有 一些 《謝謝 說 譬如說 他丟下我直接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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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丟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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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人生真的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直有新的變化 然後但是呢都要活在當下 我有聽我妹妹有介紹我一個台灣現在剛上映的電影 好像是皮克斯的吧 剛上映嗎 其實我不知道啊 就是我妹妹跟我說的 叫靈魂急轉彎 日本這邊還沒有上映 因為日本通常都很晚才上映 然後我也不知道日本到底會不會上映 但是我妹妹說那部電影非常值得大家去看 就是會告訴你很多身為成年人 你要怎麼活在當下 那面對現在這樣壓力極大的社會 要怎麼樣去站好自己的位置 我妹妹是這樣跟我講 但是我還沒看過 所以就希望日本之後可以上映 因為想要看那部電影 這個話題扯得很遠 反正這支影片呢就是我跟文當 然後在這個家還有分開前的最後一支影片 好感傷喔 真的很感傷喔 對 我現在都頑皮有純性的 所以我已經頑皮有純性的 我會頑皮有純性的 如果我會頑皮有純性的 我會頑皮有純性的 也會問題 我就顧手 掰掰 大家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